十年前海思还是一个备胎 当时美国芯片在中国的份额一路高歌猛进 任正非高瞻远瞩 2004年成立海思半导体 投入巨资进行通讯设备芯片的设计与开发 预防西方有朝一日进行芯片断供 海思人经历了十数年悲壮的科技长征 终于成为中国行业第一 09年海思推出了第一款智能手机芯片K3V1 无奈折戟市场 初出茅庐的打击并没有让海思放弃 12年带着K3V2芯片再出江湖 却因兼容性差CPU发热饱受诟病 海思没有气馁继续苦练内功 那几年真的很苦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 当时的华为国产机都是充花费送的 用苹果和三星手机才是有牌面的象征 14年一个真正的里程碑终于来了 28纳米制程的麒麟920问世 海思的技术水平开始比肩国外公司 18年海思顺势推出7纳米工艺制造的麒麟980 并肩高通苹果三星的顶级芯片 19年海思5G芯片805千问世 与高通争夺5G芯片霸主地位 今年华为将推出海思设计的麒麟9000芯片 与苹果一起成为首发5纳米芯片的厂商 如今主攻手机核心和基带芯片的海思 已经站在全球芯片设计领域的制高点上 2019年收入达到840亿人民币 进入ICinsight榜单全球前十 虽然美国正在发起芯片断供 技术封锁的反抗 但过去十年来 海思都坚定的走过来了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 这次笑到最后的依然是中国芯呢